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一年行情的回顾跟检讨 也对新的一年 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谈一谈未来的操作策略 到底该怎么定 那当然一开始 还是先赶大家按照惯例 报告一下县荣老师 在今天台股封关日 我们操作的内容 今天1月20号 台股农历年封关 台股开高小涨17点之后 手盘多方量 但是只有83例 预估量只有1000例上下的情况之下 其指涨幅大于现货 但处于价平状态 而台积电开高之后 回测到平盘 所以指数今天研判 开高量缩震荡整理 大概就个股各自表现 那因为看到了11点多 观察到大盘就是一个 盘式就是一个量缩 下幅震荡的局势 所以今天重盘 没有能够去找到符合条件 重点是 没有足够获利空间的个股 适合来做当冲操作之下 就建议会员朋友 我们不要勉强在封关日 还要出手 今天就休兵一天 元月份累计战机六胜二负二合 过完年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掌握 更多赚钱机会 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个鼠年发大财 所以当冲 跟着县荣老师做当冲的投资朋友 我都要再三提醒 我们的当冲 并不是每天都要出手冲来冲去 更不是一天都要出手冲个几十趟 我们记得一个原则 稳中求胜 什么叫稳中求胜 一定是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这是要成为一个当冲赢家 我说四大要素当中的重点 第一步 当然投资朋友 省先做好资金控管 量力而为 合理操作 不要过度的扩大信用 不要超过自己 能够承担的风险 第二步 要维持高命中率 记得就不要这地方为了做股票而出手 一定是看准的目标了 再来精准出击 才能够维持高命中率 长期下来才能够稳扎稳打赚到钱 第三步 预期报酬能够大于风险 我们再来出手 就是有赚大的机会 有赚多的机会 我们再来出手 像封关这一天 台北股市大盘就这样 开高 瞎扶震荡了 你说做多也没肉 做空也没什么肉 勉强出手 不必要嘛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就有这地方休息 最重要一点 当然遵守几率 严控风险 当天进就是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的动作 这样子你能够做到 这四大要素都能够做得到的时候 我相信你就有机会 成为当冲的赢家 而县荣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稳中求胜 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之下 你看到过去这两年 台北股市2018下半年 指数大跌1800点 我们利用当冲 一样创造了半年就高达了 83%的投报率 去年2019年一整年下来 累积投报率年度也超过了 八成以上的一个战绩 而这个月 2020年目前到封关前 总共十次出手 六胜二负二合之下 你看到当然不可能天天都赚 里面看错我们也是二话不说 马上就通知大家 先做停损先出场 对不对 那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你看到我们在原月份到封关前 六胜二负二合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计报酬率来到了10.7% 等于投资炮 每一党用100万商下来做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要帮自己 加薪个五位数甚至六位数 就是你要说靠当冲月入个这个 几万块甚至月入十万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这个部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都会继续努力的来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当个快乐当冲族 利用当冲的方式帮更多投资朋友 稳扎稳打 拒沙成塔 累积财富 希望大家这地方认同我们的 都跟好我们的脚步 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跟着我们一块来发大财 好 回来继续来谈 谈到这地方过去这一年的行情 如果看大盘指数 我会觉得这一年涨得真是强劲 大盘从年初的9319的低点 先涨了19% 来到4月份11970的高点 然后做了一个N字形 这叫做下降其形的整理之后 这边涨了19% 这边又涨了19% 来到12197元月份的高点 看起来好像很强劲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都会发现 去年大盘虽然 哇 看起来涨到了12000点 封关收在12118 可是呢 很多人却都是怎样 赚了指数却赔了价差 为什么会这样 指数明明已经过了 2018年的11270高点 对不对 创下29年来的新高 可是我们不要讲什么 1300块的宏达电 现在剩30几块 1200块的易通 现在已经下市变壁纸 对不对 900多块的帽底 现在剩下8块多鸡蛋水饺 这个我们就不讲 就讲2018年最夯的三大族群 挖矿股的汉讯 被动元件的国具 细晶元的环球晶中美晶 你看到这些股票 当大盘指数 看起来哇大盘指数是怎样 从9319涨上来 突破11270高点 创下29年新高 可是2018年最夯的汉讯 420 现在剩下多少 63块 还差5倍 才回得去 国具涨到1300 现在多少 400块 还要涨个两倍 才回得去 对不对 6488的环球晶 去年涨到600多 现在也还差个200块 还要涨个五成 才回得去 好 那你会发现 2018年最夯的股票 在指数已经创下了新高的时候 现在还很多人等着解套 重点是 那当指数在去年下半年 这一波 看起来哇又拉了上来 从10180再冲上去的时候 很多人一样 不要讲国具 不要讲这个环球晶 套在1000多块 600多块高点的 到了下半年 很多股票 在指数大涨的背后 确实怎样 确实反手在做下杀 好 我们来看看 很多股票 是不是都这样呢 好 这是 各位投资朋友 看到 多少人在这地方 稳貌的部分 三个月前 有没有听到 一堆投顾老师 在抗豪买进 结果呢 看起来这波行情 封关收红 占上了12000点 收在12118 稳貌去年第四季股价 最高343.5 跌到封关剩下多少 286 结果这三个月是 大跌了57块半 还杀破了半年线 什么意思 过去这半年 指数将拉高上来 跑去买稳帽的 大部分现在都是套牢 不止稳帽 神盾你也看到了 三个月前 一堆老师在看好还买进 股价那时候拉高到 315块半的时候 结果呢 现在跌到多少 235块 大跌了80块半不见 一张可能赔8万 十张80万 跌破半年线 这半年来买神盾的 大部分都讨了 对不对 双红三个月前 也是一堆老师在看好 5G带动这个所谓 散热模组的商机 都在喊买进 那时候241块半 结果现在跌到多少 封关186块 也是大跌了55块半 跌破了半年线 这半年来跑去买松红的 大部分都套牢 包括了康控 有没有 三个月前一堆老师在看好 那时候200块的时候 现在跌到158块半 跌了45块多 对不对 也是跌破了半年线 这半年来跑去买的 大部分都套牢了 重点这不是一档两档而已 现在当指数封关 看起来收红占上1万2的时候 跌破半年线的股票 居然120几档 而且都是你耳熟能详 三四个月前一堆老师在看好 还买进的股票 现在都跌破半年线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非常多次 台北股市 这一波能够涨到1万2 靠的就是一档护国神山 叫做台积电 在7奈米制程爆满的情况之下 订单爆满的情况之下 外资当然远远的买盘涌进 可是会发现到 那其他上市贵公司 有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 订单爆满吗 大部分没有 那大多数的公司 基本面还不是很好 去年前三季 上市贵公司税前盈余加起来 居然比去年一年 衰退了17.6% 创下近七年来最大的衰退幅度 你说这样的状况 指数可以靠台积电 一档股票拉上去 可是其他股票 大部分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短线大户 在掌控盘式 那短线大户在做什么 在做隔日冲 拉个一根长红 吸引了散户 隔天去追高之后 大户马上就反手出 出完 你就看到像刚刚的康控 利基 稳茂 神盾 像很多股票 都是拉了一根红棒 吸引了一堆人去买进之后 人家反手出火 让散户套牢在高档 到最后 这些人赚了指数 因为指数看起来在涨 其实都是赔了价差 到了最后 都是怎样 满天赚金条 一追又套牢了 对不对 那这还是指数 涨到1万2 接下来如果大盘 反转下来呢 要去思考一下 当台北股市封关 看起来收在1218的时候 大家都说 报纸封关那天还在写 现在外资的一个 还要继续来买台积电 做长期投资 可是有没有发现到台积电 在上礼拜四开完法说 释出乐观讯息之后 整个外资 法说前就已经开始连三卖 上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连卖三天 而我只能提醒大家 台积电就算你认为 它是个长多格局 永远不变 你也要胜防 台积电 如果没有中期回档就算了 每次中期回档10% 20% 最有可能就是在法说过后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好 但大家都觉得台积电 外资还会继续买的时候 外资已经在卖了 另外外资在元月份 你看连三周都是卖超 而特别注意的是 起指前五大交易人 当大家觉得指数会继续涨的 起指最大咖的那五个人 居然在2月份的起指 转为净空单了 这代表什么意义 大家要去想一想 我只能再三提醒 当大盘指数 这波从10180上来 又涨了19%之后 整个已经达到下降其行 涨幅的满足点 时间也面临了 10180上来21周 9319上来13个月的时候 所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不是说一定会跌 但是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 会不会在总统大选完 美中签完贸易协议之后 台股跟着力度出进 然后开始准备反转下来 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有 就算过年这段期间 美国股市给它拉高上去 涨上去 台股开红盘会补涨 你也记得高兴一天就好 不要又在那一天兴奋过头 冲进去买股票 好 那你说那到底这个盘 怎么去操作 所以你才会了解 为什么现龙老师 一直跟大家讲 在这个阶段 七八千点的时候 我带着大家全力做多 九千点也继续叫大家买 一万点我说这地方 未来会成为常态 可是到了一万一一万二 这里你还要买股票 爆波段的时候 我认为风险已经很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只有跟着现龙老师 采取我所说的短打 也就是快打当冲的作战计划 才能够让你用最小的风险 持续累积财富 那以前大家觉得 当冲好像成本很高 其实现在政府针对现龙当冲 帮你把交易税减半了 券商针对当冲户 你交易金额够大 当然也会给你比较高的折扣 甚至很多投资朋友说 一个月下来 不要讲股票赚的价差 光靠券商给的手续费折扣 或是有人叫推佣 算一算一个月也退了不少钱 也是一笔不小财富 所以很多人都说 其实现在当冲 交易成本才能够大幅度降低 重点是你要懂得用现股当冲 然后要有策略有方法 这才能够用最小的风险 发挥巨砂成塔效果 来快速累积财富 不敢说没有风险 但是你会看到 其实风险会是降到最低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操作是这样 当冲是这样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有赚没赚盘后保持空手了 就不用去担心美股大涨大跌 对不对 过年这次过个那么多天 连放个九天 美股这九天会不会突然大涨 还是突然崩跌下去 如果你抱着股票 过年你还得在那边盯着盘看 累不累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完全不需要 我们盘中满手了 盘后保持空手 过年就好好的休息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嘛 早上跟着县荣老师掌握到赚钱机会 下午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吃个大餐 假日带家人安排个温馨小旅行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重点是快进快出之下 我们掌握赚钱机会 但是受大盘趋势影响非常低 操作又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风险又低 避免了长期套牢又不会被嘎到 钱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你会看到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针对大部分投资朋友 如果没有时间去看盘 当冲的确需要花更多的一个心力 去观察盘中 个股背后大户到底在做什么 是不是拉高在出货了 是不是压低在进货了 要去看清楚 去观察他转强转弱旋号 或是有些人看了半天的盘 其实都看不懂 只知道急拉了就去追 急杀了就去卖 结果追高杀低白忙一场 还倒赔的都很多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如果过去这两年 没跟着县荣老师做当冲赚到钱 新的一年欢迎大家 这个地方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基品操盘团队 那再强调一次 我的当冲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不是跟着盘 追高杀低 大单敲进就赶快去追 赚个几毛就要跑 大单杀出就赶快卖 不是这样 我们的当冲 这地方 第一步 每天先观察好盘时 决定好攻击盘做短多先卖 整理盘做短空先卖 那像风关大盘量缩震荡 没有符合条件的个股 我们也不出手 只有当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时 一千多档股票 我只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 给会员朋友操作 而且记得 遵守纪律 理性操盘 当天进 就是一定当天出 没有那种在凹单的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就是风关那一天 对不对 我们就休息 稳中求胜 看准目标再出手 可是像上礼拜五 1月17号那一天 我们发现迅心 利多频传之下 早盘开盘 试戳涨停 开高又一度急拉 都在吸引散户拉高之后去追 其实发现又玩多的时候 大户趁机在拉高出火 转弱讯号也出来 所以那一天一早建议大家 有没有 169 16170先卖 卖完之后杀下来翻黑 我们在165以下 164.5买回 就这样5块钱的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了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5块钱价差 你说这样可以赚多少 假设你用100万额度做操作 我所谓的100万额度 不是你要放个100万的现金 放在那个券商给你户头里 不用 那一天操作个7张 100万额度的话 那一天大概就进张个 3万5左右了 就是你一毛钱都还没拿出来 券商就把3万5扣掉一些手续费 交易税这地方 把赚到的钱3万多块 就放到你户头里了 对不对 不止那一天 1月6号稳贸 我们也是这样操作2829卖 285.5到286买回 3块到3块半的价差 1月7号同样做讯心 那一天是161以上卖出 杀下来153目标达正 大赚8块价差 大获全胜 7张赚了5万6 一天帮很多人 就加薪个5万多块弹起来 1月8号赚少一点 台表科也有一块半价差 10张也有一万多 对不对 1月10号国聚小赚3块 对不对 1月15超重也是5块 这个月目前到封关为止 累积6胜2负2合 每笔操作我都诚实讲 有赚的没赚的都拿出来说 对不对 赚的扣掉赔的 赢亏相抵之后 这叫做诚实的报告 累积报酬率10.7% 真的要这样子帮自己加薪个 各10百千万加薪个5位数 6位数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如果投资炮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连续两年年度报酬率超过八成 就是靠这张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方式 稳扎稳打帮助投资炮 当个快乐当充足 想把握的这地方新年到了 特别给大家这个 属来宝全面二分级的优惠 错过了这一档 因为优惠实在太大 这个一年一次的机会 要再等一年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休息时间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同步 高老师 鼠年迎新大放送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游会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游会 机会难得进行把握 刷地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极品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取分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最近蛮多投资朋友 在问献荣老师说 献荣老师我记得你以前做股票 都是大波段操作了 怎么现在反而都叫大家做快打当冲作战 做当冲短线进出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孙子冰把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我们要能够像用兵如神一样 就不能够有一成不变的战术 永远只会买股票爆霸大波段 你要去观察整个盘式的一个结构 到底现在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你看到当7000多点 当8000多点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大盘结束第二波修正 准备展开第三波主声段 上看万点了 多头火速归队全力来拼大的 对不对 该拼大的时候 行情在低档 我们带着大家全力拼 可是当现在台北股市都已经涨到 1万2了 永远要记得 一句话 股市跌多了 股价便宜了 就是最大的利多 可是反过来 股市涨多了 变贵了 常常就是最大的利空 所以到了这个历史的高档 台北股市涨完21个月 拉回13个月 再涨13个月 又面临转折的时候 会不会一个拉回 又是8到13个月 我不敢说一定会 但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只能说 你会了解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当冲 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做当冲 才能够帮会员朋友 把风险先降到最低 稳中求胜之下 再来寻找赚钱机会 所以现在县荣老师就是这样子 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内容很简单 我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我每天最多就给你两档股票 做快打当冲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要先买 还是要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通知你 你说价格没到呢 当天带你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没有那种在凹单的 绝对没有 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你看到有机会 1月7号 利多监报当天 发现大户利多监报 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建议会员朋友先卖后买 找盘161以上卖 卖完之后杀下去153 8块钱的价差 目标达正之下大获权证 100万操作个七张 那天很多人一天就帮自己加薪个5万多了 跟着我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帮自己加薪加起来 上个礼拜封关前天1月17号 再锁定一次迅金 又是大户拉高出货之下 先卖后买 早上169.5以上卖 杀下去翻黑164.5到165买回 稳稳的把5块加差放进口袋入袋为安 100万操作个七张又是3万多块 垂起来了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帮自己当个快乐当冲族 帮自己加薪 再强调一次 我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四大保证 当天当冲股当天进一定当天待出 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跟我做当冲都会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如果节目当中秀得快打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 愿意在新的一年里 跟着我们来发大财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过年期间 我们的服务都照常 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县龙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